上海市疫情蔓延到济南 30日上午,济南市报告4名感染者 市前一天通报,从上海返回济南 一名无症状感染者的关联阳性病例 由于中共一贯隐瞒疫情 实际感染人数可能更多 济南市9个区中小学幼儿园 校外培训机构启动线上教学 消息传来,济南市出现抢菜潮 多个超市以及线上电商 蔬菜被抢购一空 济南市民苏先生认为 上海疫情风控造成菜价高得离谱 带动全国多个城市菜价上涨 福建省南平市疾控中心发布的提醒显示 截至3月28号 上海本轮疫情已经波及20个省80市 外疫风险大 贵族省贵阳市也发布一名确诊患者的轨迹 他是从上海搭机抵达贵阳龙洞堡机场的 海南省30号通报两例确诊病例和一例无症状感染者 其中一名患者来自上海 目前海口市秀英农贸市场已经被封 苏州市也发现往返苏州的货运驾驶 蔬菜批发及关联人员染疫 新唐人记者林岑欣 李珊珊 刘芳采访报道